都会区的闲置空间有限 住在都市的部落老人 想要体验部落生活就更显得困难了 达古布湾部落 申请花林县政府社规师社区空间营造 在部落中打造了两分地的部落野菜园 也是花林市唯一提案通过 获得补助的部落自主野菜园 近日花林县原住民妇女会 带着社区老人来体验 早期自给自足的野菜园生活 找回早期的生活记忆 原住民妇女会的志工 洗着部落长者刚摘来的野菜 17位长者在野菜园中相当愉快 享受着野菜园中的慢生活 花林县原住民妇女会理事长林秀英说 在都市能够拥有一块土地 让部落长辈回味种野菜是相当不容易的 土地农地渐渐的也变成了住家来去做建设 所以他们没有这样的环境 他们在回忆以前他们曾经在农村的生活 那今天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再来去享受一下这样子的感觉 是有一种回忆跟怀念 而达布安部落发展协会理事长梁淑琴就说 部落菜园的申请相当不容易 仅以12万元打造的野菜园 虽然金费不多 但是提供社区能够保留野菜园的文化 意义是大于金钱的补助 他们几乎都生活在这个都市里面 那像这样的空间是越来越少不好找 他们想要有这样的空间也比较不容易找得到 那所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呢 也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公共场域 那这样当然就是有菜可以来拔啦 然后如果说他们愿意来自己来耕种 我们也有任养的这个机制可以让他们去 包括了县议员周俊佑以及妇女会干部志工 陪伴社区长者共识 让两分地的野菜园价值超出了 部落发展协会预估的价值与意义 部落居民更希望野菜园的规划能够更永续 让部落居民一起体验野菜的种植 以及原住民长久以来的共享文化 记者林杰华林市采访报道